大家好,我這邊是甲蟲創意 我們家的東西都是我們自己設計自己做的 然後我們是以植栽 還有一些貝殼創作 還有一些木作小物 與我們前面來講就是一系列的開運組系列 還有像這個 這個是我們家的比較特別的產品 這是核桃 它還是一個種子 然後像這個燈泡 這都是我們用全新的燈泡下去做設計挖開的 是 這個是你個人興趣才開始發展成本業嗎 對 它都是自己想要做什麼 然後就自己去找材料 然後再把它組合而成 那就是一些想法 像以這個鋼琴手機座系列的部分 那是因為我太太在教鋼琴 然後想說我就設計一些有關於鋼琴的部分 所以就設計出鋼琴系列的像這樣子 它是一個手機座 是是是 對,比較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這些植栽看起來很漂亮 那它好種子嗎 好種子 像以開運組的部分 它只要有水 保持有水 一個禮拜把它加一次加滿 然後它算是耐應性的植物 好照顧 不太需要很強烈的陽光 所以它算是很好照顧的懶人植物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出來跑市集 因為跑市集的話 才有收入 就是直接 然後 也會打響自己的知名度 讓自己做的東西 產品 讓大家喜歡 因為這種 買售的過程 誒,客人喜歡你的東西 這也是一種成就 當然 有一部分的成就是來自有收入 可是相對 它喜歡你的東西 才會買你的東西 可是這兩年疫情你怎麼辦 沒有靠電商嗎 就 還是 比較少 那就是會 會 慢慢再去找不同的通路這樣子 嗯 對 百事集好玩嗎 還不錯啦 跟客人聊天好玩嗎 好玩 因為有些客人 他 剛好跟你的理念很相符的話 就聊得很愉快 就像一個朋友 對 就是出來你也不知道會遇到誰 是 好客人 也很多 然後最主要這個環境 像這個我們今天 這裡是甜八寶的市集 對 這個環境很不錯 就是擺攤也舒服 客人逛了也很舒服 又有一種殘殘的流水聲 算是很清爽很涼爽 所以你擺幾年了 誒 好多年 我也不知道幾年 太久了 就很喜歡這樣的市集環境 對對對 嗯 好,謝謝 謝謝